他这个房子一天没住过 虽然它是二手房 现在是早上上午的九点多钟 文大姐刚来到首府京区 要拍是一套二手房 位于黄古首府的旺克首府国家城 我的左手边这个三起 三起好处是什么 从小区的南门出去就是中学跟小学了 这点非常好 尤其是为了孩子上学到这边买房 这个位置就很便利了 很方便 这里边看一套三十个房子 今天是入府 我跟大姐的我俩的装备 小帽必须戴上 虽然天气很热 但是昨天这是我一个原来的客户朋友 他这房子他在外地 他也住不上 他说我这房子现在就往处卖 一天没住就买完之后 所以我今天我就起大早带大姐过来 先把他这个房子给他宣传拍一下 我之前有拍视频说过 你看一个区域的房子流通性好不好 你就看他周围这个底商中介开的多不多 如果中介多 说明这边的房子很好卖 因为挣钱嘛 你再看这个补课班多不多 如果补课班多 说明周围这个学校就挺好 就这两个 你如果说有这方面想法 你就关注关注 这个区域的底商 开的非常的多 说明啥呢 这个周围的人群居住入住率非常高 这是一企这边是三企 三企有这个大堂 现在进去在大堂里边登记一下 你好我要看一个这里边的二手房 我看是六号楼的 我是中介 这个是一个朋友他让我帮他去拍一下 他给了我密码 对 业主兴 到这个位置扫一下 旺克这个小程序 然后登记一下 那大堂里边有休息的地方 然后进园区是这种人染识别 出来的时候就自动就开门了 然后这边是 午夜这个咱们的午夜人员 择时了一下业主的信息 谢谢 那我们就扫码进去吧 好 谢谢你佩服 没事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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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姐进来了 都是小高层 他其实园区 我那天跟朋友聊 我说我挺喜欢搜索 我来看园区 看他定位是啥的 然后定位 把它定位特别高 都能改善 可能他做不到 但是如果是岗区 这小区就做的是比较好的了 地面 这边在浇着草坪 因为都是小高层的缘故 所以说前后楼的楼间距 相对来还是比较大的 你看能种这种大高一点的树 草坪面积也还好 今天都得浇吗 师父 这草黄了都 这是晒的 太热了 这算是有几年了 19年开始卖 现在20年之后陆续交 21年开始交 三年 差不多三年多 相对我来说 这个家围里边的物业 是服务相当还可以的 你看那一楼这小院整的 这边还有自动喷林 看 给他一接上 自动喷林 园区里边有的地方是这种有高低落差的这种园区绿化 这是太阳太热了 草坪在那就都给晒死了有一部分 这两天热 天气暴还说呢 都30多冬 那里边 大多数 八生一样 家里边都是带小孩 一家几口人 这是什么 小果树 天气很大 它每一个 它相当于就是没有士气 1.1 1.1 1.2 1.3 1.5 1.6 相当于分这么几期 这三期的南边是学校 所以说 从头上学的话 出门就是学校 特别方便 很近 入住率非常的高 现在能有 至少80%的入住率吧 这个位置有一个儿童的游乐场 还有个小沙池 这都带孩子玩 这里边要不然 刚要有小孩 要不然就是小孩睡到上学 来这边买房 未来这两个睡学校 中小学 我们这个房子的位置是靠小区的 这个叫西 那是东北一角 区的南门那边出去就是学校 那个位置 是不是感觉还挺大的 走一圈 你看沿着一楼 虽然小高层 你看这一楼 这花园还能种 想试试 黄瓜 这爬的藤上这啥玩意 窝窝 窝窝 这西红柿种的挺好 这边有豆角 花园不大 种这么多菜 我们是这栋楼 这个几楼 一 二 三 四 五 这五楼 这业主是刚结婚的婚房 那大喜 这贴在窗户上 小高层 它这小高层 大家就是十八层顶 只有中间十四楼 中间户有连郎 所以说北边也没有啥影响 这栋楼 一单元 旺柯 它这个单元是这样的 自动感应 进门 就是你拎东西 自动就开了 但里边这一层 为了安全起见 它是人脸识别的 所以说我们得先呼叫一些管家 你咋要识别一下 核实一些事情 再核实一下 能看着我吗 好 谢谢 谢谢 这样挺好 多问一问 厨界的时候感应的 两道门都是感应的 那响也行 过一会自动就关上了 电梯 十八层顶 好 电厅进来了 十三楼 它这个电梯里边是可以扫脸的 识别上之后的自动也可以 美颜吗 美颜吗 没有 我就这样 你老瞎说 电梯是这种单价题 全程记录 大家问一下密码 咱不是破门而入 拿着这个密码 地面挺干净的 今天忘带鞋套了 但我俩鞋挺干净 我强调一下 这个阳台能推 正常不推 屋子里边这个宽度倒还好 近身的宽度 阳台推 像楼下很多业主 我都把阳台轰到前面这个位置 当然就够好了 高层 因为十八层顶嘛 这边这个路 后期都给扩建 这边的斜层 这全部都要扒掉了 前面还有 现在这一趟 两趟 三趟 这错开的嘛 三趟 那就是学校了 那学校 中间有那个南门出去就是学校 特别方便还是上学 房子的户型 就是 动静分期 动静分区 所见即所得 就是这样一个交互标准 一天没住过 交房就三年了 反正得两年多 第一面是这种地板 没有起皮 没有骨包的地方 实际看 我拍的详细一点 入户门进来 一个小的 像玄关这个小衣柜 挂点东西 什么的 餐厅在这个位置 要么年儿它就那么做的 开放式的厨房 两边是这种拉门 这块有个倒台 很实用 一家三口在这房子住 完全够用 早上要是 做个早餐隔着吃就行了 这次燃气包容器都安完了 冰箱 这块 预留位 俩南五 这是其中一个 这是左式 进来的话 打点棍 北屋就做成那种榻榻米 做小厨房 北屋相当小点 它是间面好像是99平多 是这样 干湿分区的洗手间 洗衣机 预留位 放个稍微大点的 滚筒 还立石的那个波罗的都行 小一点 但是现在也没有什么太大的 这个洗手盆 没有浴瓶 所以说没有浴瓶 其实也挺好 这空间其实挺大的 这门单独可以隔开 干湿分区两段式的 这是它家房子 墙面是这种壁纸 浅色系的 整个屋子里面还是挺亮的 门是这种木门 全屋 除了卫生间和厨房 好像是地转 剩下都是这种地板 这个石木岩石的地板 拍的很详细 都给大家拍啊 阳台可对可不退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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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受一下 自动开 这点是电动制 这个感觉很好 你看很多现在这个小区 比它贵的 都没有它这种配置 挺好 这点挺好 它这个房子一天没住过 虽然它是20房 这个房子目前的这个价格 大家可以自己在各种平台自己去搜一下 目前是登记里边最便宜的一套中高区的楼城 就这个面积段的 我以 手机我刚才特意打开的 以某壳为例 近期成交的 收30 6月9号 多少钱 成交的 这成交的 140 是吧 再早一点 6月6号 6月9号 6月6号 然后 这个有131万成交的 往下 6月6号 第一楼城 120.5 楼下中介给房主的建议是挂124.5 但房主说我诚心卖 我就挂 本身它也不贵 挂的也是最低价 现在挂122.5 如果有想 买一个一天没住过的这种20房 零毛就住的 我觉得可以实际看一看 屋里边保持 因为没住过人 保持得挺好 买上家具跟家电 配一下 这五六万块钱 就能配全屋的 差不多 打上全屋定制啥的 从前面 这个位置 出去就上中小学了 宁山路小学跟十字山中学 OK 这期视频就拍完了 非常之详细